大家好,在之前的文章里面,一台介绍了仁贤王后 仁贤王后是朝鲜历史上唯一一个生前被废但又得以复位的王后 在仁贤王后的复位过程中,在宫中有一个人也有很大的功劳 那个人就是当时的宫女崔氏 正因为她的存在,加速了宿宗的灰心转意 甚至在仁贤王后去世之后,也是由她奔倒了张玉珍 那么她的一生是什么样子呢? 我接下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在韩国的历史上,有一个女人的一生,很被人渐渐乐道 她以极为低贱的身份,得到了皇帝的宠幸 不仅仅扶摇纸上,更获得了宫廷上下的举朝称颂 此外,她还生了朝鲜历史上在位最久,学养最高的一代明君 这个女人就是书贫崔氏 看过韩剧同名的人都知道 这个宫女她传奇的一生背后,有着很多很有趣的故事 值得我们去研究发掘 要说书贫崔氏独特的命运,就不得不提到她的丈夫 朝鲜宿宗李淳和那段朝鲜的党争历史 朝鲜党争由来已久,根源在于朝鲜成宗末年 由于党争的盛行,已经不仅仅体现在朝堂政治之上 也波及了后宫和外交 因此在这个混乱的时刻 人县王后和张玉珍被推上了历史舞台 宿宗李淳即位很顺利,因为她是险宗的独子 苏宗七年在宫中的人静王后去世,第二年西人党说服苏宗生母 明生王后,把年近14岁的明氏立为王后 这就是人县王后 不过苏宗似乎并不喜欢人县王后 这一点从人县王后多年无子上可以看出来 可能是身体原因 根据人县王后后传 谢氏南征记等宫廷小说 以及李朝时录记载 人县王后为人正直,显得书良 做事也是小心翼翼,是典型的贤妻 由于多年无子 家之王后的亲祖民适合西人党 明圣王太后走到太近 已经有做大的趋势 苏宗为了加强皇权 把自己一直很喜欢的张玉珍带回了宫中 张玉珍是男人党选送的 她进入宫廷后 与木论谨慎慎的人线王后不同 张玉珍性格开放,活不妖媚 很快得到了苏宗的喜欢 并且不久就生下一个儿子 由于母一子贵 很快苏宗就决定废除人线王后 改立张玉珍为王后 张玉珍升任王后后 朝廷上遍布的都是 拥立她的男人党势力 加之自己的儿子被立为世子 张玉珍全清朝野不愧一世 但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敌人却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根据朝鲜作者 李文正的《随文录》记载 人线王后被废除后 张玉珍为了保证专宠 经常对于苏宗喜欢的宫女非打击骂 宫中人人都忌惮她的淫威 有一天晚上宿宗回忆起 人线王后的种种 有些怀念人线王后的人子 过而去她的旧宫殿去看了看 看到片店有个小房子亮着灯 宿宗走进来看见一个奴婢 在床上摆着人线王后的牌位 用一些糕点为她祈祷 一问才知道 她是人线王后宫中挑水的碧玉 由于王后对她有过照顾 自己又出不了宫 就只能用一些 平时王后喜欢吃的糕点 为王后祈祷 宿宗感慨 这个公寓的谦卑 加之这个女孩子长得确实很漂亮 心中又如此善良 宿宗便将她带在身边 不久临近了这个女子 这个女子就是崔氏 崔氏出身卑微 不过从后来史料看得出来 崔氏并不愚蠢 她虽然年幼 但是她为人线王后祷告的事情 可能是有意为之 目的就是引起诉讼的注意 不管怎么说 她和西人党人线王后的关系 应该很近 崔氏不久就怀有身孕了 但是她为人低调也不愿意张扬 可是还是引起了张玉珍的注意 张玉珍气急败坏 把崔氏带到自己的寝宫堵打 然后又把奄奄一息的崔氏 扔在灭缸里 一鱼闷死她 这里的故事就具备传奇信了 史书记载 当夜 宿宗在寝宫睡觉 梦到有一只龙 从地里露出头来 对着他哭去说道 我是您的龙子 求父王救我一命 宿宗惊醒后 越发越觉得不对 便命人寻找 出于对于世子的安危 宿宗来到了张玉珍那里 却看见了一个倒扣的米缸 这让宿宗引发了怀疑 他问张玉珍这个米缸 干嘛倒扣着 张玉珍撒谎 是为了控水 宿宗察觉出不对 命人把米缸打开 里面居然是浑之是血 奄奄隐习的崔氏 宿宗见状大怒 便命人把崔氏送回寝宫 史书记载 当时崔氏已经是没有呼吸了 宿宗查阅自己的起居路 并且叫了御医 才知道崔氏怀了自己的孩子 联系到自己的梦 宿宗命令太医不惜一切代价 把崔氏救活 太医抢救了一夜 崔氏才活了过来 好在孩子也抱住了 宿宗将崔氏作风为 从四品疏远 并且从此之后 认识到了张玉珍的狠毒 疏远了他 崔氏死后联络 外臣金春泽 一直为宿宗劝戒 宿宗19年 崔氏生下一子 永守军 宿宗大喜过望 认为自己能够再有益子 崔氏能生下皇子 都是他虔诚 仁孝玉王后的功劳 崔氏借此机会 劝告宿宗让人县王后复位 加之张玉珍 害怕人县王后威胁到自己 命哥哥张七仔 暗杀人县王后的事情暴露 最终宿宗毁心转意 于20年下招让人县王后复位 张玉珍被赶下王后大位 但顾及世子改立为启贫 人县王后归位第二天 就策封崔氏 破格升为二品书仪 至此 崔氏的身份变得很高贵了 但是遗憾的是 他的儿子永兽君 却在生下两个月后 因为麻疹夭折 好在崔氏肚子争气 第二年又生下一子 便是颜人君礼琴 礼琴天资聪慧 并且崔氏把他教育的人 孝忠后 深得人县王后的喜爱 有了皇子 西人党就握有了和南人党人 张氏对抗的筹码 顿时朝堂风气大变 一年之后 苏宗在纪念给朝鲜端宗复位时 又将崔氏升为一品书品 崔氏虽然已经成为了朝鲜王后之下 最高级别的妃子 但是他却谨言慎行 不仅仅诚心实意地 侍奉王后两殿 而且还为人谦和 不在背后一轮人的长短 无论是其他嫔妃 还是宫女 都非常喜欢崔氏 因此 苏宗对他也十分宠爱 这一点从崔氏在五年内 连续生下三字就能看出来 人间王后也非常 以重崔氏 崔氏还严肃管理下人 其宫中人从来不敢对外乱嚼舌头 但是从这些的另一面 我们仍然看出 崔氏不是个目奈愚蠢的人 此人从未异常 而且非常细致地 留其宫中的变化 能对于局势 做出正确的判断 苏宗27年 人间王后病逝 其间一直心中不服的张继平 在昌庆宫 就善堂 设立乌骨之术 诅咒加害人间王后 这件事在人间王后去世后 被淑氏嵘催事告发 苏宗亲自去查 居然真的从地上 找到了加害王后用的老鼠骨灰和木偶 苏宗大怒 在昌德宫 仁正门亲审 处死了全部公寓 并下令 令张继平自尽 男人党主要的势力 也被苏宗连根拔起 从此以后 男人党灰飞烟灭 推出历史舞台 而西人党人并不满足 他们意欲求苏宗 废除张继真生的世子李云 改立炎仁君李琴 但是李云为人孝 人间王后的一命 也是希望让李云继续为皇子 崔氏也不愿让自己的儿子 加入朝堂斗争的漩涡中 但最关键的时候 还是苏宗希望留下 世子制衡西人党的计划 母亲的死对于李云而言 影响很大 根据随文录记载 张继真临死前 私私抓住儿子的下提 导致儿子从此不孕 张继真死后 儿子的精神也发生混乱 经常面壁独坐 自言自语 这就决定了他的结果 此后 书品崔氏一直生活在宫廷里 张继真死后 诉讼更加 以众崔氏贤德 对他的宠幸一直延续到42年 崔氏重病 离开宫廷 在宫外调养 不久之后 崔氏却病逝了 崔氏死后一年 宿宗也病逝了 由此可见 宿宗对于崔氏感情很深 宿宗死后 张云珍之子 世子 仅仅四年 李云因食物中毒而去世 不久 书品崔氏之子 阎仁君 终于登上大位 视为朝鲜英祖 也就是朝鲜历史上 把自己儿子 活活闷死的英祖 但是英祖 也给了朝鲜 一个太平盛世